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著我們進入到這一個 第一個階段 也就是版畫的圖像發展的里程碑 這個階段的時候 造紙跟印刷書都發明了 所以影響到我們書籍的出版 也就是說我們書籍的製造可以編輯成冊了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歐洲版畫的發生背景的介紹 我們會針對這幾個方面 來予以說明 首先是文藝復興、印刷術、透視法、光影法 然後繪畫為何無法補及性 然後目科版畫 以及知識傳播需求的重要 那在介紹這個背景的時候 我們先講一下繪畫的特色 讓各位了解到說 繪畫它呈現出來的是一個怎麼樣的氛圍 我們以這一張右上角的這一張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張醫學解剖圖 那這個是在中世紀的時候 14世紀的時候的一個醫學解剖的這個繁畫 那是醫學解剖百科全書裡面的這個封面 尺是封面 那這個醫學百科全書的封面 它是用這一種水彩的方式去塗上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這個木頭刻出來的繁畫 在上了這個水彩的顏色之後 它其實是有這一個深淺以及就是陰影的變化 那麼它試圖也造成一種感覺 是讓你感覺比較優美的一種構圖 所以說當初的這個繁畫最早出現的時候 其實它是在這一個傳避知識的這一個部分 但是因為它又要讓你覺得說 其實我想讓你看起來的時候 這個解剖並不是那麼的血腥 或者是那麼的看起來很恐怖 所以說這個在創作的人他只是一個工匠 他還加上了他自己個人的一些觀點 也就是說他試圖讓這幅畫 木刻把畫變得更美麗 所以變成說他會強調圖像的一種表現的方式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繁畫到最後的時候 也漸漸的演變成一種藝術的表現方式 那我們都可以看到它這個線條是很清晰的 那線條的話我們在後面會再比較詳細說明 因為木刻繁畫實際上其實它是比較直接 而且它線是會比較明顯一點 那相較於這個銅板的話 它其實是會比較線條沒有那麼的有彈性的變化 那我們首先先介紹這個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它有幾個特色 首先文藝復興它的特色在於說 我們人們開始去看到自己的重要性了 那脫離了之前以教會為主的 以及受教會束縛的這個中式的想法 因為在這個時期的時候的繪畫 大部分還是以教堂的繪畫為主 或者是說宗教的繪畫為主 那麼很多有名的畫家他們都會受邀到這個 打工貴族的家裡面去幫他們畫畫 畫一些家庭畫或是個人的肖像畫 那可是在這個時期的時候呢 就是已經開始漸漸的比較靈性科學的態度 去代替了這個宗教的世界 完並沒有像之前那麼樣的神話 這個世界沒有那麼樣的一個 所有的事物都是被賦予神的一個意義 好 那而且這個時期也是比較重視這個人文主義的 那這些都會反映在之後的這個創作裡面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講到的這個背景就是印刷術的發明 印刷術剛剛我們已經看過了 它是人類四次的資訊傳播的很重要的衝擊之一 好 為什麼呢 因為印刷術它在西方發明的時候 因為這個古藤堡它是一位的國人 那麼它一直專精於在這個印刷術的發明 在當時呢 它自己本身是一個印刷工廠的工人 那但是它自己呢 又一直不斷的在實驗這個想要用一種方式 可以很快的去大量的複製一些東西 那所以呢 它就去想說 欸 要怎麼樣可以把這樣子的技術做出來 那它經過不斷的嘗試以及失敗之後 它終於研究出這個非常好的方法 因為它是一種國字印刷的方法 跟中國之前在宋朝那時候 十一世紀畢生就發明的這個中國印刷術是不太一樣 因為中國印刷術不是國字印刷的方法 所以我們是沒有辦法把字拿來一個一個排列的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呢 我們所看到的印刷廠或印刷的應用呢 是來自於這個德國的古藤堡它所發明的 好 這裡可以看到的是 當初它在自己家裡設了一個印刷廠 好 那麼這邊可以看到呢 非常多的技術的方式 油脂性油膜 沖壓字膜 發明柱字合 合金火字 這一些東西呢 都是古藤堡它經過不斷的嘗試而改良的 那這一些專有名詞呢 可能各位看了不是非常懂 不過沒關係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就是技術的專有名詞 那因為有這一些的突破呢 才有辦法造就這個國字印刷術的發明 好 那這個呢 42行拉丁文聖經就是第一本印出來的書 那其實呢 它或許沒有辦法判到非常清楚 可是呢 事實上在當時印得出這樣子的東西 已經是令世人非常的驚訝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這個字體以及排版的方式呢 是可以隨自己所想要的方式去編拔 以及它排出來的方式是一種非常優美的方式 那在當初很少的人可以看到那麼多的文字 被排在一起又那麼的驚然有序 所以在當時掀起了非常大的一個震撼 那這本書目前呢 是由耶路大學的這個古書圖書館所收藏 所以活體印刷術在當時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影響 就是呢 農作物豐收生活有餘裕 這是當時的一個生活背景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大部分人在這個時候會想要多看一點東西 然後尋求知識上的發展 那有更大的強烈的這個求知欲 那所以大家喜歡讀書 那古典的書籍也更引起大家的注意 所以這個時候剛好這個印刷術以及版畫的出來呢 版畫跟印刷術變成是一種圖文的對照 然後造成這一個大量的傳播 所以我們可以說呢 這個古藤堡呢 它是非常的在世界文明史上 有非常大的一個貢獻 在世界文明史上